50岁里,在戏剧圈闯荡多年,虽然婚前总是跟浪子、大哥扯上关系的他,婚后却是出了名的疼老婆疼小孩的好爸爸。 和小12岁老婆熊佳杰结婚14年的他,经常在节目上分享家庭趣事,某次罕见提到了令他相当敬畏的岳父。 感觉天不怕的不怕的理,其实对岳父非常尊敬,只要一说到妻子的娘甲,总是用一门忠烈取代,而他也打承自己和岳父其实不太亲近和熟悉,唯一见面的时候只有过年的时候。 他曾在节目上透露自己婚后第一次陪老婆回娘家,就被娘家的特殊的洗俗吓坏了,当时他一进家门就被迫要在爷爷面前吓跪说吉祥话,领红包。 李,一时被吓傻跪不下去,站在他后方的亲戚推了他一把,才顺利让他跪安,他表示当时的氛围就像臣子向皇帝朝拜。让他不得不放下男人的尊严。 一提到岳父,李,表示自己给岳父的印象很不好,我岳父那时候很讨厌,不知道看了类戏剧还是怎样,认为演艺圈都是烂货,吸毒的,又加上两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是提亲,当时还没结婚妻子就先怀孕,逼不得已双方才见面。 当熊佳节告诉父亲两人要结婚时,岳父用严肃的表情猛叮助理,后来他因为赶住要工作,放老婆一人面对,让岳父对他的印象更差了,后来是因为熊佳节的爷爷点头答应。 这门婚事才顺利完成,让他松了一口气说,要不然以他们家一门中列,不知道要出什么事。为了保护心爱的女儿,对未来女婿兄一点也是应该的。